大家好我是潘大帅 我们来看一下PG对阵MWS的第二局下半场 这个比赛是波二的 它没有波三 波分胜负 就是纯是一个友谊赛 这里是找到了机械师 这套阵容的话 搬掉了祭司和先知 我刚本来想说的就是 如果找不到机械师 这把基本上屠夫想要赢 蛮难赢的 找到机械师的话 这里就不好说了 而且白打了一个娃娃 这边在等镜像 它这个位置就等着镜像 对吧 我待会儿镜像打你 你开车走 我直接去二战 你不开车 那不好意思 我先打你一刀 然后切过来可以打第二刀 这个位置 感觉这个镜像放的稍微短了一点 这边切过来 做个位 这个好像手滑了一下 距离给拉开了 这机械师可以多活很久 本来这个镜像打到这一刀 这机械师基本上就要倒了 现在的话 那对吧 你打我一打我开车走 这里机械师真的是不着急 那现在二战应该是没有人帮忙点掉的 然后直接过河了 这有人帮忙点了 应该是圆钉 应该是圆钉刚才过来帮忙点了一下 这样的话 只能说这边马谷它的一个镜像没有放好 上失了最好的一个节奏点 现在后面做的什么东西都是在为宝瓶做准备了 你放了一个机械师 而且这机械师在外面还有娃娃能双修的情况下 你即使这边这圆顶倒的再快 意义也不是特别的大 傭兵还在旁边卡着 傭兵这里再补了一手电击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分配吧 这里傭兵被看见了 那红夫人肯定追着你猛坎 提这一块小碎玻璃对吧 追你八条街 一个镜像拉开 看这个镜像 看这个镜像 这个镜像如果能打到这波追求 能追求一个双倒的话 前期的劣势还能回来一点 要不然这里傭兵继续跟你拖 你这打不了双倒 这把屠夫对屠夫来说最多是个平局 最多是个平局 很难翻 这种局很难翻 一刀还打 刚才说还打椅子 打中傭兵那还行 这里继续追圆钉 截式娃娃已经修掉一台 外面的调香师是非常舒服的 一直在修机 这边圆钉带走 想拉个镜像打傭兵 看他们打到吧 这傭兵炸击了都没打到 那这个这没办法了 带走以后 傭兵的电机能补掉 娃娃这里新修一台 三台机够了 强势修一台 傭兵补一台 娃娃修一台电机够了 这边机械师来救人 最多最多是个保平局 机械师慢慢的靠过去 傭兵台电机能修多少 应该是差了不多了 本来就在电机已经修了一大半了 就算被干尔倒 只要不吃震慑 问题都不大 娃娃修修 这边调势过去 帮娃娃一起修 园钉这边 这个镜像没过河 没了 没机会了 机会非常的渺茫 最多平局了 想要赢已经是非常难了 这边机械师打了 屠夫打了一刀 调香师 然后两个人双修 这边救完人也 哎呦闪现一刀打中 这个园钉 还能强摸 还能强摸 我们看电机差多少 这边拉个电机其实差的还蛮多的 强摸还不一定摸得起来 这刀打在园钉身上 而且这园钉没有人保护 这肯定要来保一手 这傭兵也太绝情了吧 这这个队友 这不保 这电机差了没多少 而且有机械师的娃娃 跟机械那个两个人一起凶 我觉得这一波 求生者方面给了机会 本来屠夫最多是个平局 最多是个平局 现在的话就是平局有机会 平局机会蛮大的 这波怎么会没有去管呢 看见娃娃了 拉一个镜像过去 刚才看见娃娃不拉镜像 然后把娃娃打了 找到机械师交镜像 来把这机械师留了 会不会更好一点 现在看到调师 调师这边香水能回 回去以后 这个走位的话 调师能走 用兵开完门以后 能帮忙扛刀 这边侯夫人感觉 给了很多次机会 机械师抱乌鸦 三秒钟以后 有镜像 看这个镜像 离地窖口 这边能不能过去防一手 这边一刀 有爬行加速就能跑地窖 有抱歉 三跑 最后红夫人自己的一个走位 也是给了一些机会 她那个地方调香师 明显是要回香水的 对吧 你就卡在中间 可能会好一点 也不好说 但是总体来说 这把红夫人本身 可能是一个很稳的 宝平真胜局 抓到机械师以后 但是慢慢被打成了 这样一个局 还是自己的镜像的一个问题 好了 我们今天的比赛就做到这边了 大家多多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